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心理学家伯克维兹等人曾调查发现 有85%的人往往会担心没发生过的事 如果事情发生了 则有79%的结果会比预期的要好 而那些放下恐惧比一直处于紧张焦虑的人 状态更好 更能发挥自己的实力 去处理真正面临的问题 很多时候 人之所以会感到恐惧 是因为在自己的心里贴上了许多标签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这件事不能做 这条路不好走 越想要安全感却越过越不安全 恐惧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投射 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担忧 对现状无能为力所以害怕 摆脱恐惧感 最关键的是要跳出它的局限 不让沉重的心理包袱影响自己的真诚 人生如棋局 做事情得布局 才能提高对生活掌控感 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前景 一 做得专 事情才会顺 道德经有云 少则得 多则祸 生活中我们想做的事情太多 却无法抓住重点 只能潜尝辙止 自然收效甚微 尝试让自己全神贯注于当下的事 心无旁骛地投入其中 就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唯有专注方能制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我国在肝炎领域几乎一片空白 肝炎患者与日俱增 死亡人数高达六十万 因此被扣上肝炎大国的帽子 陈菊美女士 作为第一批流苏回国的医学博士 在儿立之年 毫不犹豫地挑起研究肝炎病毒的重担 1958年 她义无反顾地进入 人称病毒窝子的解放军第302医院 与传染病作斗争 由于当时医疗水平极差 无法追溯病毒的源头 陈菊美只能每天跟进患者 通过反复试验获取数据与病例 然后泡在实验室不断制药 有次 附黄龙之源 陈菊美因食物匮乏 身心劳累 导致她的扁桃体发炎 并且患上肾炎 甚至出现尿血的症状 但她仍心细工作 并没有重视自己的病情 只吃了药 便又投身于工作中 然而病痛持续折磨着她 为了不影响工作 陈菊美很下心来 决定把引发炎症的器官都摘除掉 她说 只要能摘掉我国肝炎大国的帽子 即使摘掉我身体的全部器官 我也愿意 也许正是这份始终如一的信念 和舍己为国的精神 使研究有了重大突破 有一回 在跟进一位特殊的老病友时 陈菊美发现了她的用药规律 吃安眠药的时候 转安眠就会下降 不吃的时候 转安眠就会上升 于是陈菊美征求病友的同意 要来了安眠药和说明书 一头扎进了实验室 两周后 陈菊美顺利地研发出新药 甘德安 她的药效也得到了证实 当她将研究的成果 发表在新医药学杂志上时 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 被称为降酶第一人 至此 抗肝界进入了化时代的研究阶段 之后 还相继研制出了六味五菱片 等数十种国家级传染病治疗新药 陈菊美最终得偿所愿 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也要造福了全人类 巴菲特说 每个人终其一生 只需要专注 做好一件事就可以了 当你集中精力 做一件事的时候 就会发现 原本困难的事 会逐渐变得简单起来 做事的效率 也会有所提升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一心多用 到头来 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措施良机 懊悔不已 专心致志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价值 把握时机 创造辉煌 努力做事 只是把事情做完 专注做事 才能把事情做好 二 选得对 人生才会赢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 自己很努力 生活 却仍然很费力 自己多才多艺 却毫无用武之地 工作上花费的时间 比别人多 结果却总不尽如人意 其实问题的根源 在于自己的选择 选择不对 努力白费 只有做正确的事 你的努力才有意义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某知名公司招聘一名 维修部主管 在经历了千人的考核淘汰中 最终只有两个人脱颖而出 分别是小张和小李 在面试环节 总经理亲自出厂 搬出两台破旧不堪的机器 让他们检查维修 小张将机器零件 全部拆开检查 可仔细看了一会儿 皱起了眉头 总经理微笑地问小张 可以修好吗 小张自信地回答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我一定能修好的 请放心 总经理走到小李旁边 亲切地问 你可以修好吗 小李也将机器 全都拆开检查了一遍 却摇着头对总经理说 对不起 这台机器实在修不好 很抱歉 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 被录用的是小李 小张很是疑惑 就询问总经理原因 总经理说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两台机器 是无法修好的 无论你下的功夫有多深 真是无论如何 也磨不成铁棒的 选择是一种人生智慧 我们的一生会面临许多选择 小到今天穿什么衣服 大到一些关键时刻的抉择 一旦选择错误 不但会徒增烦恼 还可能造成 一失足 成千古恨的悲剧 正如刘润所言 不要对着石头浇水 一万年 也不会发芽 给一块石头浇水 不管你付出多少努力 与精力 都是徒劳无功的 懂得剖析自身情况 学会分析生活现状 是做一个选择的前提 深入的思考 胜过无效的重复 正确的选择 胜过盲目的努力 选择做对的事 人生才能少走弯路 三 看得远 心态才会好 做事实 我们常常无法摒弃杂念 总是浮躁不安 容易灰心丧志 其实是因为太想 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然而 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付出 马上就有回报 那是童话里才会有的故事 有人说 拉长时间线 是消除焦虑 与恐慌的良药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 才能借急 借躁 脚踏实地地向着目标前进 徐徐徒之 行必能治 在《请停止无效努力》中 有这样一个故事 伊利诺伊州 有位青年叫哈登 他的父亲给了他十万元 去创业 于是 哈登就去拜访朋友 尼尔斯 向他请教 创业成功的秘诀 实质剩下 尼尔斯切了三块大小不等的西瓜 放在哈登面前 他面带微笑地说 如果每块西瓜代表一份收益 你选择哪一块 哈登毫不犹豫地回答 谢谢 当然是选最大的一块了 尼尔斯不在意地说 那好 我吃最小的这块 很快尼尔斯就吃完了 又拿起了另一块西瓜 此时哈登恍然大悟 尼尔斯虽然吃的是最小的一块 但吃进肚子里的 比我多 如果这是做生意的话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 自然尼尔斯也会赚得比我多 有些时候 短期取得成效的方法 对于长期的发展 未必会有好处 想要了解一条河流的走向 就不能局限于单朵浪花 想要感受顶峰的壮阔 就不能留恋半山腰的风景 人可以近视 但不能短视 急功近利 往往容易一败涂地 懂得将时间线拉长 摆正心态 事情才能擅作擅成 罗宾夏尔玛说 关于恐惧的美妙之处在于 当你跑向他时 他就会逃跑 生活就像海洋 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 面对惊涛骇浪 要有掌控船只的能力 才不至于被海水吞斥 唯有斩断内心的恐惧 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专注做事 把事情做到极致 做对的事 将努力落到实处 眼光长远 静待开花结果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